大家好,那神魔之塔在5月1號禮拜三的時候 有推出一個勞動節相關的關卡 就是輕鬆去勞動 他這個關卡開到5月5號 就是我們這禮拜日大家要記得 然後他關卡主要是要給大家打一些肥料以及經驗值 對,他一場的經驗值也相當的豐厚 結束的話一場都有1萬的經驗值 而且只要30體力 所以這樣子算是非常的划算了 另外我們這個活動有最新的黃金蝦 什麼是黃金蝦呢? 那黃金蝦的話他其實當做經驗值不高 他就主要是拿來賣的 一隻黃金嘛 一隻黃金蝦可以賣150萬的金幣 那其實對於新手算是一個幫助非常大的事情 而且還有兩個萬元喔 然後當然其實打這個關卡 關卡都非常的簡單啦 簡單到現在大家就是我覺得比較快的啦 如果你... 你轉珠比較認真的話 我覺得圖靈阿克亞都不錯 對,但圖靈你要避開傷害珠 阿用炸的也很快 那阿克亞的話是因為不會天降 這個也很快,對 然後當然有些人就比較... 也不要講偷懶啦 玩得比較悠閒 我想要邊看電視邊轉的話 可以像武則天阿,露西阿 這種就是你轉珠後 你幾乎都不用看著轉珠就可以的 對,這種也行啦 對,那最主要是這個活動 大家... 最重要的是到這禮拜日 大家稍微要記一下這個時間 阿如果你有想要刷或重等級的話 就不要錯過囉 對了,最後一關的黃金蝦 他是一定的機率掉落 並不是100%喔 那這邊就最後祝大家刷好刷滿了 那影片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